估計鄧千宇自己都沒想到 他會因為和斯伯鴻的感情走上事業巔峰 自打兩人攜手登上中藝節目以後 可以說是無時無刻不再圈奮 斯伯鴻雖然掌傷不出眾 但在節目裡句句是對鄧千宇的尊重 處處透露著紳士風度 於是一眾網友紛紛稱讚鄧千宇眼光好 而且大家遇看斯伯鴻越順眼 順便橫爬出了他優越的家勢 然後從事業發展、人生態度、家庭成員背景等方面 一通比較下來得出結論 感謝林峰沒取吳千宇 而吳千宇的口碑更是直線飆升 當初和林峰在一起的時候 眾人看得最多的報導便是 林峰為土19歲女友歡心 尚常戴手筆給他送禮、買包、慶生 據傳他一年就能被吳千宇花掉上千萬 還增送給對方價值6,200萬左右的豪宅 並為他父母付房屋租金 雖然最後被證實指示威去 但吳千宇已經被貼上了撈女標籤 也許示威了擺脫這個標籤 這次在節目上 即便身邊的未婚夫出身8億世家 但吳千宇仍然資訊滿滿直言 我經濟獨立還挺獨立的 從斯伯雄私下 對其事業的支持和兩人的相處中 也能感受到吳千宇是個有能力有想法的女生 贏得第一波好感之後 又有不少人發現 吳千宇雖然年紀不大、學歷不高 但他卻把一手普通牌打成了王詐 先說說他自身的一種配得感 初中學歷 爸爸也只是小攤攤主 但他絲毫不在意 一直以來都很自信 無論和什麼人相處 都不會覺得自己配不上對方 在事業上 他也一直再通過自己的努力 把自己養成公主 之前有人覺得是林峰為他買單 但事實證明 離開林峰 他的生活品質依然很高 而且他的工作甚至被斯伯雄環繞忙碌 想必者就是他自信和自在的真正來源 也是他和林峰現任妻子張興月的本質區別 另外吳千禹身邊的朋友圈 算得上是十份優質的 香港娛樂圈很多大家叫的上名的名聲 都是他的好友 比如文詠生 蛇絲曼 何超年都和吳千禹有不少互動 除此以外 還有不少眾人熟知的所謂的伯父美 也能是他的貴中物有 比如程曉月 私下常和吳千禹聚會 還有周陽青也和他十份要好 能夠把這類並不簡單的友情 維持得如是之好 足以見得吳千禹的情傷之高 而做事體面是他的另一殺手緊 他和林峰分手後 談及那段戀情 最後不提對方的不好 更多的是分析自己的原因 2020年林峰公開分訊 媒體不嫌是大去問人遷遇 他大方表示 這個事情的焦點不應該在我身上 現在更是憑植一句 我沒談過渣男 展現了自己的大架局 讓吐槽過前女友的林峰 成為眾矢之的 面對私家 他也不急不躁 用時間證明自己情傷夠高 在豪門裡能夠猶人有餘 先來簡單介紹一下私家 私家發端於斯伯鴻的爺爺私自稱 靠紡織品貿易起家 之後產業涉及地產 投資、貿易、證券等行業 攝累下百億財富 斯伯鴻是私自稱大兒子 私榮儀的大兒子 即私家的長子長孫廖 初聞私伯鴻和吳千禹在一起 私家懇事反對 私榮儀直接放話 為什麼我們家族的名字 要出現在娛樂版報道上 吳千禹深知私家在意他的招刻體質 於是一直低調戀愛 沒有公開 完美避開了私家以為會出現的困擾 相反 他和很多豪門公子、小姐 如賭王千金、程曉月 周揚昇等都事物有 展現了在名利場中的成熟與重溶 與此同時 逢年過節 他都會準備好月餅和蘿蔔糕 及斯伯鴻的家人們送過去 斯伯鴻認為 他爸爸是被吳千禹的這種禮貌行為打動了 但更重要的是 斯伯鴻喜歡他 並且吳千禹讓斯伯鴻變成了更好的人 以前斯伯鴻脾氣狠暴躁 和家人溝通時 一旦不開心 就關門走人 但情緒穩定的吳千禹 讓他慢慢改變了自己的部脾氣 經過廣媒遷除百年的吳千禹 內心非常強大 矣魚目染之下 斯伯鴻也慢慢懂得 有時候不必太在意外界的紛紛遙遙 自己過得開心才最重要 節目中 為了緩解斯伯鴻在鏡頭前的尷尬 吳千禹還會時刻注意他的情緒 打開話題讓他融入集體 這樣一個有顏色 會生前 有人脈 又懂事 又懂得取的言內座 斯家自然沒理由再反對 如此看來 寧千禹深受大家的喜歡 並不無道理 不過 有人歡喜有人愁 正當寧千禹一點點走回路人員 也走到屬於自己的幸福人生時 臨封妻子張興月的評論區卻倫陷了 不管張興月發佈的動態 是生活日常還是工作宣傳 又或者是老公林峰相關的照片 網友似乎都看不順眼 不僅評論區下的留言 全都是對吳千禹和斯伯鴻的誇讚和祝福 還有人嫌張興月近久太過於活躍 稱他就是為了察自己的存在感 然而越察越拜好感 更有甚者 則是毫不留情地指責他 不但沒有給林峰生臉 反而還憑一己之力給丈夫拖了後腿 其實張興月並非無緣無故陷入這番景地 早在兩年前 他就給自己埋下了一個迴旋錶 那時林峰高調認愛張興月 兩人不僅有了女兒 他甚至還和張興月在中藝節目裡大受恩愛 此一受就朝著吳千禹放了不少冷戰 首先眾人對林峰的認知 除了演員 還有傅家公子這個詞 所以難免有人覺得 張興月和林峰結婚 看從的是他的前 節目裡 張興月上來就明確說明 結婚之前跟老公提出了 做婚前財產公證 為的就是證明 他不是拜金女 這樣一來 豈不是和當初吳千禹的 撈女標籤形成了鮮明對比 觀眾紛紛誇讚張興月 言慰 低調 朴實 安分 另外 夫妻倆竟然還在節目中 帶談前女友 林峰表示 自己有遇到過 對方一直將自己的思維方式 強加到自己頭上 讓他為了討好對方 去做不是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然而對方甚至還會不停地 你說他有很多缺陷 這個不救那個不救 這樣的相處 讓林峰感覺很自卑 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好 而張興月就很好 對方會溫柔地一直支持自己 讓林峰覺得非常暖心 此言論出來以後 結合吳千禹的性格 眾人一度猜測 他口中說的這段感情 就是和吳千禹的感情 令人更沒想到的是 事後張興月還在社交平台發文 名裏暗裏讓人覺得在暗時吳千禹 兩件事形成了肯明顯的對比 一個看中林峰的前 一個不謂林峰的前 一個在感情中突破林峰 一個則是無條件默默支持林峰 於是吳千禹遭受了不小馬聲和爭議 不過令人沒想到的是 在這種局面之下 吳千禹一句話沒說 參加任何活動 也從來沒有做出過回應 反而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 到時張興月 三天兩頭就在節目中痛哭沒淚 最初環博得了不小同情 移足佔地 節目裡的嘉賓一個個都看不下去了 罪人不了的 非秦海露魔術 當初大家在犯著想 瞭起夫妻感情 張興月開始向一眾姐姐們屠心窩 自從和林峰結婚 就背負了不小馬名 總有人說自己的不好 自己也生怕因此影響了老公的事業 期間張興月還特別強調 林峰在忍不了的時候 也會替他罵回去 但是 他不想林峰這樣 不想他被自己連累 邊說 張興月邊忍不住 委屈地哭了 見此狀況 蔣勤勤委員表示 他都跟你參與幫你一起去面對 你應該開心才對 結果 話音沒落秦海露 就實在忍不了了 幾句話直接就把張興月給拆穿了 首先 秦海露告訴張興月 你選擇一個男人跟你共度一生 如果你老公都不能去抵擋 這些東西的話 嫁他乾嘛 此時張興月還再解釋 我老公有說要幫我 但我說不要了 這話秦海露就更聽不下去了 直接造了網友們的嘴態 你要說不要了 那你以後就不要再為這件事情委屈 人家替你出頭 你又要再這裏委屈說不要 轉過頭來是幾號再乾嘛呢 最後秦海露還當眾道出一句 再繳成什麼 無論從他的表情還是語氣 都能夠聽出當下他對張興月的無奈 無語 不解 當時有人還覺得 秦海露有點太耿直 不顧他人感受 甚至是暫著說話不腰騰 畢竟網友對他並沒有 像對張興月那樣的惡意 但近期看了花少女他和秦藍 新子女等人相處的舒適 以及他對他們的認可 大家才突然反應過來 當初恐怕秦海露 真的是忍無可忍了 才會突然失態 否則在普通的相處中 他根本不是那樣嚴肅且脾氣帶的模樣 前文中提到一點 年千語的佩德感大大高於張興月 想必張興月落到當下的地步 主要原因也就是在於此 他太想證明自己佩得上臨風了 所以他想方之法 想讓大家知道 他身上有多少優點 他承受了多少 甚至他比之前的前任好在哪裏 但是從他開始有這樣的想法開始 他就輸了 因為感情當中 根本不應該講求配與不配 也根本不應該對比誰好誰差 一個女生之所以可以美得出眾 活得精彩 最重要的 在於他給自己打了多少份 顯然 仁千語給自己打的是高分 而張興月恐怕連給格訓都打得猶猶猶猶吧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見得